广州德子金属有限公司 是瑞士DGS集团 在中国成立的一家全资子公司 我们公司最早成立在2007年 在2012年底 2013年时候搬迁到现在的新厂 那么我们公司主要是为汽车行业配套 像汽车里面用在车身 汽车上面的前后端模块 转向系统 还有铝合金也有铝合金产品 过去几十年 中国汽车行业就发展非常快 从2009年开始 中国就超过了美国 成为全球汽车市场最大的市场 目前我们由于有铝合金 也有高端的结构线的生产 所以在过去五年就发展非常快 2012年我们当时的这个4000万的销售额 到今年的话是占近3.2个亿的销售额 对我们现在使用的中央融化炉 和所有的大型压锅机的这个定量 定量炉 全部采用世界科系的 也是来源于我们对这个品牌的信心 一直在使用 从我从事这个压锅行业 大概十几年了 我们一直都使用世界科系的产品 对它这个产品的话是 就是用得很好 投币也好 服务也不错 所以一直使用这个产品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1600吨以上的设备 都是采用Eater的设备 就是第13台压锅机 是意大利进口的Eaterpress 2500吨的压锅机 这台压锅机 是我们公司目前为止 最大的压锅机吨位 所以总体来讲 我们对Eater的设备的质量 非常有信心 也很满意 交流也比较好 然后质量也比较好 对这产品有信心 所以我们就选择Eater 广州德制基础制品 有限公司 有两台 每个小时融化能力 是两吨的铝合金 集中熔炼炉 还有七台配置的定量炉 都是17克系的产品 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 17克系的这些炉子 优点非常多 比如说 故障率非常低 节能 安全性比较好 维护和保养非常简单 耗材也比较寿命长 铝合金车身结构件 是目前国内比较新型的产品训练 具有产品尺寸大 臂比较薄 结构比较复杂 力学性能要求比较高 等特点 对压度机的要求 就要求非常的稳定 性能要求比较高 而我们选择了伊特佩雷斯的压度机 在过去的生产过程当中 从结果上 在产品的良率 生产的设备的OEE 以及我们的质量的稳定性方面 我们结果是非常满意的